李渔奥运会是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结束了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首日夺金不易 中国队是以两银三铜的成绩完成了首日的比赛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最近四届奥运会以来第一次首日无金 我们用一组表情来帮助大家回顾一下第一个比赛日的赛况 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游泳运动员孙杨在赛后的采访区拥抱记者的画面 当时孙杨是泪流满面充满着遗憾 因为在刚刚举行的这个比赛上呢 它是以0.13秒非常微弱的差距和400米自由泳金牌失智交比 这是赛后孙杨走过记者区的情形 错失金牌的孙杨将头埋在记者肩头数十秒 再抬起头时已经是泪流满面 孙杨是第一天冲金镇中最后一个登场的 也是希望最大的一个点 特别是他的最主要的对手 韩国选手朴泰桓爆冷没有进入决赛 孙杨更是志在必得 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他被排在第六用道 两侧用道分别是英国选手盖伊和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澳大利亚选手霍顿 开赛后盖伊一路领先 一度超出孙杨有近一个身位 在250米后 孙杨开始发力并夺回第三位置 随后孙杨凭借后城优势逐步赶超 一度抢占第一位 但无奈在最后50米冲刺中 霍顿的发力更加优秀 最终孙杨以0.13秒落败 屈居亚军 为中国军团再添一枚银牌 赛后 孙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再度哽咽落泪 相比冲金失败痛哭流泪的孙杨 同样使冲金失败的杜丽则是面带笑容 昨天他和易斯林搭档冲击女子10米气步枪的金牌 最后关头 杜利三次站在了淘汰的悬崖上 又三次用文准狠的10.8环续命 面对比自己年轻15岁的美国小将斯拉舍 杜利一直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 虽然最终是以一环之差区区亚军 但是经历过雅典奥运会的一战成名 又经历过了伦敦奥运会的名落孙杉 并且退役以后又复出的杜利 已经可以坦然面对这一切了 感谢观看